两个绕地球做等速圆周运动的人造卫星 其轨道半径比为4比9 则其在轨道上运转速率比为何 只要我们看到卫星行星的运动 就会想到万有引力当作向心力 所以我们把公式写上 R平方分之G M 我们现在假设地球的质量是大M 那卫星的质量是小M 那卫星到地球的距离 就是轨道半径是小R 万有引力当作向心力M A向心降速度有三个 那今天要问速率 所以我们带的是有V的那一个 R分之V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运转的速率呢 V会等于 根号 R分之G 大M 那他们都是绕地球 所以大M一样 G是常数 所以发现了运转的速率呢 会跟轨道半径的平方根成反比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就是呢 根号 四分之一 比上根号 九分之一 所以答案就是三比二 那同学可以直接把这个公式记下来哦 卫星运转的速率呢 V会等于根号R分之G 那其实只有跟轨道半径的平方根成反比